其實我們都知道 國民黨的本來照理來講 如果按正常程序下去的話 國民黨看起來這邊是順順的 可是自從郭董宣布要參選之後 好像每隔三不五十 就會出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現在又來了 本來照理來說 大家底定就開始進行初選就好了 結果郭董不但不簽公約 而且還堅持黨部 一定都要照他的辦法去做 不照我的辦法 好像就是一副 我可能就有 被打壓 對 獨厚韓國瑜 對 都是好像特權都是別人拿走 但真的是這樣嗎 反而是我們覺得很奇怪 一直宣稱自己是 被動參選的韓國瑜 現在反而很乖 你看 他說黨內正常的程序 該完成都會完成 也就是不管黨叫我做什麼 反正我竟然已經參加初選了 五百萬也繳了 你們叫我做什麼 我就做什麼 叫我簽 我就簽 是 因為這個辦法 是大家一致公平的一個競爭 你叫我做什麼 我就直接去做符合黨的要求 順順利的完成這個初選 可是郭董說我不要 因為我有八點聲明要求 你沒有滿足我這個郭八點 不好意思 我可能就有其他的打算 他的點裡頭有很多奇怪的地方 但是有一些 難道是對他自己特別徒利嗎 比如說他說要納入手機民調 他說不會有年輕人在家 聽半小時的民調電話 我就覺得很奇怪 第一個 郭董好像自認為自己 年輕人大概都會支持他 可能是他比資產規越多 當然這是郭董自己的考量 但是我覺得這句話非常奇怪 對 不會有年輕人在家 聽半小時的民調電話 有年輕人會拿手機 聽半小時的民調電話嗎 這樣不是一樣的事情 你不管是手機還是電話 我看年輕人任何都不會 想聽半小時 我應該聽到就掛了 是 所以我覺得 郭董這個邏輯本身怪怪 然後他要強調說 中南部應該用台語來進行民調 我覺得如果國民黨 這個能力的話是不錯 因為你可以滿足某一些 中南部老人家的需求 他說圓林鄉親建議 用台語長輩來聽得懂 我覺得這個建議是可以考慮 可不可行 因為這有牽涉到能力人力的問題 但是這代表說 郭董自然中南部制度 第一次因為國語民調的關係嗎 如果變成台語 他就會比較高了嗎 我看恐怕不見得 那要是考慮用英文好了 是 我覺得用英文的話 恐怕民調就差最高 因為聽二種英文 應該都認得郭台銘 不見得會認得韓國瑜 我覺得聽二種台語的 尤其是韓國瑜這半年多來 在中南部打下基礎的話 庶民恐怕認得韓國瑜的更多 所以你確定採取這招 對你是有利的話 所以我覺得 郭董你是不是要仔細去思考一下 然後郭董特別強調 他說魔鬼都藏在細節裡頭 辦法都沒有 是要簽什麼 他就指公約 勸所有的三選人都不要簽 黨中央很奇怪 這樣表示說國民黨 連個辦法都沒有 就準備要進行初選 那真的非常奇怪 可是問題來了 問題是5月15號 國民黨就已經通過 特別提名辦法了 對 所以5月15號 就已經訂好遊戲規則 也打出了初選的辦法了 何來沒有初選辦法 所以這就奇怪了 這就是5月15號的時候 郭董你跑哪去了 那一直到現在 都你快一個月了 你到底是這中間要幹什麼 你怎麼突然之間又告訴我們說 根本沒有一個辦法 那我就覺得 到底是誰比較奇怪 是你比較奇怪 還是黨中央比較奇怪 我就覺得好像都怪怪的 那他說我堅守一個原則 如果不在正式開保前 先把制度訂好 王院長的事情還會再發生 我們剛才已經說過了 辦法早就訂好了 是你不想接受這個辦法 你當作他不存在而已 現在你在告訴我們說 王院長的事情還會再發生 是什麼意思 你要退出初選嗎 好像你在威脅黨中央 還是說 因為公約裡頭 有要求所有參選的黨內同志 不能夠脫黨參選 現在是你是告訴我們說 你要脫黨參選嗎 還是你一直要所有的辦法 一定要對你完全有利 肯定讓你一定初選能夠過關 你才要參選 是這樣的意思嗎 你是要簽這個預約嗎 那你不是變成國民黨蔡英文 那以後我們就是 蔡英文1.0跟蔡英文2.0 再來競逐中華民國總統 蔡英文跟南版蔡英文 是 要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郭董 人當然有自己的想法 提出你的觀點也沒有錯 可是問題是 觀點應該是符合公平公正 對所有人 大家一律平等的原則 而不是只對你個人有利的原則 如果是這樣 那你不是權貴又是什麼 我想說應該是不會發生聯合的事 我想說你半仙嘛 我現在說給你聽 我來開始一下 我開始一下 我來跟郭台銘開始一下 我這樣抱歉 第一 大家都不簽 五個人都不簽 不要緊 因為特別的提名辦法裡面有八條 那麼這個織業要點 總共有十四條 所以 本來裡面就有規定 第一 不得 這個優勝本黨的勝負 破壞本黨團結 實在是惡意攻擊黨籍結證書 第二 不得以歐盛 記憶 就是博力的手段 證出幾次 第三 不得使中 自重 示威 抗議方式 應用提名作業 其實你如果 你如果有做這個 就能直接給你賭名了 這辦法已經有了 所以有簽不簽其實不重要 大家也不必要簽 我也認為不必要簽 廣中不必要簽 因為 可以聽到每天 參選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這個聽到 你對黨如果沒有一點心 沒有一點信用 你現在說 不簽這個就沒辦法 如果我們參選說這個時 說反飛選這個我也沒有簽到 就不可以幫你捏 不 也是較捏不固 所以這不用煩惱 第二 這個中南部問題 譬如說民調公司 喂 你好 蛤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 阿姨 阿姨 這樣說 就說 阿沒有 歐巴桑 這是要跟你做調查 所以他會跟你問說 第一個什麼 第二個什麼 我們的拜風圓就對了 民調公司很來行 譬如說他這個 腳踏橫新專苗這部 會要求拜風圓 他最好的當北京國國國國國月 最好萬能國都會效 這最好 所以每一個拜風圓 他就是要接近這個檢測五叉 這個不會說中南部卡來 你不要用國語說 不要用河朵會跟問 當這個拜風圓 he聽到這個 他直接說,沒有啦,你說什麼我聽不懂 他就直接用萬人誤給他們 第二,過當事長你也不用煩惱 手機也沒放下去 因為這次是拆除火中厨員 火中厨員就說,你問他 這個幾歲,你可以叫出來 最年輕的人來聽 他就叫年輕的人來聽 所以每一個人接到 如果年輕人現在比較支持,過當事長 如果這樣標態支持,過台名 他甚至還會加分 所以在這樣,不會影響 手機也有放下去,我們現在是 控制給影響最少 再來是怎樣,我們不需要 這次有約束一條說 你不能記得軍中,還是打工隔工 你就要怎麼回答,像民進黨在贖算 喂 請問你幾歲 他們都會加 你七十二要說二七 我二七 你就想說二七,二七 二七加分 這拜風完,他沒辦法去判斷 這三隻粗到底是真的二七 分吃太多,酒喝太多 是二七,七十二,所以他聽到二七 他就告訴他,這有一個低兩 所以民進黨,國地方在贖算很多用 你接到電話,為他支持,吃兩次 問你什麼,為他支持,吃兩次 如果王世間跟同欺信 為他支持,吃兩次 最後你幾歲 我二七 所以他們都會這樣加 這樣加就是輸到民調造經理 所以國民黨這次提前一點 不能用選團 叫人怎麼回答民調的問題 所以已經把這個辯所敗讀了 所以我想他國黨市長 他如果是跟韓市長的比賽 現在應該是大家都 趕緊去政策支持 因為剛才 柯欣先生有說 國民黨的政革的萬億度 有在下降,我們知道 所以我們的煩惱 真的對手是在對面 民進黨已經要收拾了 單人收拾了 蔡英文頂一尊 還有一個站在後面 站在前面,站在前面 看不出他的科皮 關門帖還給他出來 國民黨不一定很軟 是很驚 我很早在這裡三個月前 就已經說韓國瑜 割韓國瑜一個不一定的動選 和風現在大家在競爭 就是要維持軍主基金 不管國黨市長你能出什麼 我們也可以跟你收聽 現在你如果一直質疑 包括說當時旗艦的質疑 對團隊旗艦的質疑 其實這都不用懷疑 我剛才說的辦法 手機加就對你不一定有利 你不了解韓國瑜伍 民間的這個 因為以前是怎樣 用手機的人年齡戰 比較低 現在我跟你說 吃到七八十 還有手機滑來滑去 帶你來來來去 我帶你來你都沒在看 每天早上傳長輩圖 說早安的都是爸媽 早上都是在這裡傳 所以你手機靠給他 他不是這些人接不到 所以我認為說 大家在當中的規則裡面 軍主基金 什麼人可以出選 雖然現在是韓國瑜贏了 但是沒有標示 其他人沒有機會 如果大家繼續這樣競爭下去 因為這就是 雖然百姓過海 神通靜電 近前 兩禮拜前 韓國瑜的民調收落 但是落的時候要怎樣 我扮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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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把吉祥都撞掉了 撞掉的時候 我再扮第二項 我看牛會出來 我拜天要再來混淆 這就是參與初選的策略 雖然不規定你不可以做生 聯合人都不可以做生 你們可以去頒 你可以打工序 可以把你的政見 理念 酸團 讓多數的人來支持你 如果說打富民的 王佑鄭很遠道 太遠道 遠道到我們的家小 如果這樣可以最害到他 如果這樣你就打 這樣最後我可以贏他 這就是教授 這叫做戰術和策略 你用這樣扭曲到我 如果是在不可擁穩的範圍來 不好意思 董有可能就直接對我出門了 甚至給我賺名 你已經違反 提名很害怕要點的規定 會先跟你拚過 通常都會這樣做 所以我認為這個辦法 你說的五月十五這個辦法 基本上已經一個很完整 如果個人拿出來 是可以讓其他任何四個孝順人 都可以同意接受任何無法 如果這樣就來改變 譬如說拜風 風問完 他必須要說好的話 接著對風 他們的時候 是跟你說台語的時候 你都要用台語問 這樣可以對民調公司要求 這可以這樣做 用國務的拜風完 對風用國務跟你打下去 如果這樣身份會比較高 拜風完他如果沒有經驗 民調公司找的風完 他就是找的比較有經驗 比較不會出門 進入度比較高 如果你要要求這樣 作成這個變數出來 民調公司是專業的 他會去調整 譬如說客人 賀樂圍 國務 甚至我們住民的武言 如果我們住民也有一部分 電話也會打到他們 他就跟你說 你說我不懂的時候 你就頭痛了 所以這個部分不用煩惱 好選人也不用煩惱 我認為國民黨要趕快 把這個辦法塞 因為剩24天而已 24天一個過 馬上就要進入 真正的切齊 科齊 所以韓氏電話好 過黨史電話好 朱立倫跟我們其他的好選人 應該在這個時候趕快起泡 趕快選團 民進黨這次去納入50%的民調 我講 你這1200通的有效電話打出去 每一個年齡層 比方說我們以10歲當年齡層 20到29 30到39這樣一個年齡層 50到59這樣 每個年齡層大概150通 大家知道在家裡接的電話 如果是四話的話 年輕的人少 該150通 如果年輕人在家裡接只有30通 那怎麼辦 那就是這30通就乘以5 一個人等於5通 一票等於5票 在家裡都老年人比較居多 比方說60到69的接的 該150通 結果接出來是300通 那怎麼辦 那就是這300通 等於一票只有半票 1 2分之1票 你想想同樣在家裡接到這個電話 如果20到29的他是5票 在家裡接的老人家只有半票 一來一回就是10倍 同樣一個人接 就在隔壁而已 一個20到29他是10票 他只有一票 所以這個納入手機民調 其實更能符合 現代社會真實的民意 也就是說我們四話 有2300萬人民裡面 有500萬民眾家裡沒有四話 那手機我們台灣2300萬人 有2600萬支 所以民進黨這個做法 是一個進步 但是這一些話 郭台銘在這一次選舉 我坦白講程序問題 他沒有資格說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你已經插隊了 已經給你便宜了 你10年50年了 不是這樣嗎 所以我是認為 這個還會是韓國瑜勝出 那韓國瑜勝出在我看 我樂見 其實我們早晚要對戰的 他深難我們勝率 為什麼我會樂見 因為我就講郭台銘就好 郭台銘那麼成功的技業家 人生實在很不公平 像郭台銘這樣一樣認真 出來做的黑手的 郭台銘自己說他黑手 黑手的出來做 現在還有一千人 黑手的還在做的 比比皆是 郭台銘兩千億 所以人生是不公平的 但是政治一定要公平 就是說你有錢也一票 你沒錢也一票 你工程師醫生你多優秀 你也一票 大廠沒菜也一票 政治是公平的 所以我鼓勵 我認為很簡單八個字 選你所愛 愛你所選 2020的選舉 我認為會是一個百花其放 像郭台銘已經放話了 他說那他不簽 那等於暗示說 那如果怎麼樣 那他是不是單獨要出來 這我非常鼓勵 本來就應當這樣 你是精英 你是權貴精英的靠山 你是財神 你們那麼正規軍 你有必要靠國民黨 一個百年封建黨給你當招牌 不必要 所以郭台銘你乾脆也就出來吧 你有鼓勵賴清德有哪出來 賴清德私下我們會談一談 所以世間遠也會鼓勵賴清德 如果如何就自己出來 或是乾脆不要初選的自己出來 我鼓勵他也沒用 人家他很有定見 他是很 他是這個人很有群幸的 他認為要服應這個政黨 那郭台銘也跟國民黨 十年五十年七十也沒什麼感情 郭台銘參與初選 他是希望藉由初選 如果他出現以後 那麼競爭的黨內對手的資源 通通可以納入他的旗下 這就是為什麼要來參加初選 但我認為擺花齊放的時候 選你所愛 愛你所選 這才對的 世間遠 你很愛護民進黨 但請不要來分化國民黨 國民黨就可以擺花齊放 那麼多候選人 民進黨就唯一只有蔡英文 不可以這樣子 你不可以雙重標準 我鼓勵我們民進黨擺花齊放 可是我鼓勵沒有用 擺花就不放 我們有什麼辦法 只有一朵放